刚刚我们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来分析这个网页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网页里面 我们想的这些分类信息是在里面的 我们来显示一下网络网上搜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分类 是不是涂出了分类 我们在涂出分类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有 多数多的分类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文学这个分类 对等文学分类我们直接来cola f 文学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好像不是这个位置 也不是这个位置 不是这个位置 对于我们这里才找的话 来搜中文的话其实非常费劲 对不对 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找个检查 来搜这个地方的class 对吧 这样是不是更快一些 我们确定一下它在哪个class里面 比如说一个图书 它好像每个都在一个逆标签里面 看到吗 是不是逆标签呀 这个逆标签在这个class里面它下面 对不对 那么搜一下它 就是我们发现 是不是在这里呢 它下面有一个ur ur下面是一个利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利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利 这是第三个利 对不对 每个利标签下面有一个A标签 A标签对应的是不是有个URT值呀 这个URT值是不是我们就想要的 URT值呀 大家看一下 我们使用crowSpider 那就要找个URT值的规律了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URT值 这个URT值是什么规律呀 有什么规律呀 是不是这后面这个多少 这个一二三四五对不对 但这个URT值太长了 写正则是不是很费劲呀 前面讲过 我们说用正则来匹配URT值之外 还可以怎么来匹配呀 是不是可以用XBUS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写着XBUS来写个URT值 首先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扒虫 那么既然建扒虫的话 我们建CrowSpider的扒虫 scrappy 进行Spider -tcrawler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进成fully 改一改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我们叫它amazon .sean 然后呢 亚马逊的扒虫呢 就在这个地方了 那首先呢 它进成的fully 我们需要改一下 from scrappy redis .spider import什么呢 redis cruise 来了 对不对 现在的fully呢是这个 把它改了 然后现在不能用styleURT值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styleURT值呢 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个系统的 机制 到时候我们要把它 放到我们的哪 放到我们redis key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现在需要一个redis key 对于什么呢 我们就叫它amazon amazon这个地方呢 对了ros 我们是不是要往事呢呀 首先我们要找这些ur记址 这ur记址在这个内下面 那我们这里怎么写呢 就写 我在写allow了 它另外一个参数 叫做 restrict shpass ostlict 然后呢 它对呢是一个 原祖或者一个列表 都是可以的 那前面我们写一个shpass 就可以了 --div add 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对不对 它下面什么呀 ur下面的ne 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把它写完 不需要匹配到对应的ur地址 写到这个地方就完事了 它能够把这个ne下面 所有的A标签的ur地址 全部把它拿到 然后全部把它记住出来 明白吗 我们是不需要写到adperf 这也不得 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写到这里可以之后呢 对应到kubak 我们需要写吗 kubak需要写吗 这是对应的这个是大分类对不对 大分类会议到之后呢 我们会议到这是什么分类呀 是不是到小分类去了呀 所以刚刚那个地方呢 我们 是不需要写它的这样一个 到写写什么呀 写kubak的对吧 但是我们需要写follow 因为对应的这个分类里面呢 我们依然要从中 汲取什么呀 汲取它的ur地址 小分类的ur地址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小分类在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是不是在这啊 我们刚刚点的是文学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这个也是不是在 逆标签里面呀 是不是在逆标签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个逆标签里面啊 这个逆标签在哪呢 这里有这样的class class是不是今天很眼熟呀 是不是很眼熟的class 刚刚我们写的class是不是就它呀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和之前这个地方class 是不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也是它呀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这一个ruals 就能干什么事情呀 就是匹配 大分类 的ur 地址 和小分类的ur地址 对不对 它同时能做这两个事情 是不是呀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follow 这位处就好了 那小分类它能匹配到 匹配到之后 对它能够进入到哪呢 是不是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 列表页了呀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到这来的呀 当然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提取这个地方的 图书的什么呀 要提取这个地方图书的这样一个 ur记者对不对 图书的ur记者在哪呢 我们是用选择工具 选择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这是图书的名字 对吧 那名字上面这个一标签 肯定是它的ur记者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得新建一个ruals 把这个一标签ur记者提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的问题了 这每本书在哪个位置 ur记者在哪个位置呢 我看到这每本书是不是在一个 立标签下面呀 但是这是这个立标签对不对 这是这个立标签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ur记者在哪呢 怎么定位到呢 刚刚没看到这个a标签 是不是有ur记者呀 怎么定位到这个a标签呢 怎么定位呀 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个 这是 匹配 图书的 这是图书列表 不是图书列表 就图的ur记者 那X8该怎么写呢 立标签 这里是个id啊 等于main result对不对 那我们就写个id 等于它 它下面什么呢 它下面ur下面立对不对 是不是写到ur下面立呀 一写到之后我们再怎么往下写呀 怎么定位到这个a标签呀 你突然想 你不是说写到立标签就完事了吗 为什么还要往下写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立下面 是不是会有很多a标签呀 比如这是个a标签 这是个a标签 这是a标签 它是不是会把这些a标签的ur记 全部拿到呀 如果我们定位的不够准确的话 对不对 不准确的情况下 它都会把下面所有a标签全部拿到 然后之后它肯定会发送这些ur记的请求 但这ur记里面呢 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实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 这个ur记定位的精神准确 这个XBUS只能定位到 读书的 这个ur记 该怎么定位呀 怎么定位呀 大家看到这个class对不对 卡这么脑长 是不是不好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位到H2 定位到H2之后 我选它负一级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H2在当前这个立下面 是不是就只会有一个呀 刚刚H2 点点是不是定位到了呀 简单吧 是不是很简单呀 定位到H2 它负一级是不是就A的标签呀 H2当前这个立标签里面肯定就只有一个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定位到了副标签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需要给它写一个cobac呀 cobac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cell 叫parse book detail 这个方法 来取它 那么follow是不是不需要就已经出了呀 因为已经是详细页了 后来就没有必要去写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这次写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定一个方法叫 parse book detail 然后也是一样的 在这写个response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从中去提取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取什么呢 提取这样一个 详细的数据 详细的数据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看下这个标题 我们看标题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id project title里面呀 是不是在这啊 那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那就是定个item等于一个字典 item 叫book title 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叫xbus 等于 -div 不是div吗 span对吧 atid 等于他 他下面什么呢 他下面的text对不对 这样extract first是不是就好了呀 当然我这样写是不是还得保证他在想要里面是有的呀 那么今天对呢我们就去看一下想要里面有没有 显示网页圆码 你这搜一下 是不是也有的呀 是不是有的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我们现在图 这个 这个 拿到了对不对 这拿到是关于这本书的这样一个 名字对吧 还有说的出版日期 出版日期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呀 这个里面 我搜一下有没有 我们看到这两个 是不是都是这个名字 这都是这样的class呀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class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是取he id title的he 取he 第三个 最后一个spin 是不是取到了呀 我们就写一下 item 叫book的 它们是date 对不对 对于什么呢 response的 杠杠 he id 对于 title 对不对 下面的spin 是不是三样 这叫spin last 这都是一样的 spin last的什么呀 是不是文本呀 文本 text的 extract first 是不是就好了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取到这个日期之后呢 我们要再取一下 比如说这个 作者对不对 作者在哪呢 好像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下面呀 这下面一个spin 对不对 spin下面是a标签 a标签里面对的文本 是不是作者呀 一个id叫banline 对不对 看一下圆码 里面是不是也有了呢 看到这里是不是也有呀 也是id byline 下面spin 下面a标签 对不对 那么直接取一下 atom 这做的会有多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extract 对不对 杠杠 什么呢 这个div add id 等于他 对吧 等于他下面是什么呢 等于他下面是spin下面a下面的文本 对不对 extract first 对吧 extract 没有extract first 这是获取了图出作者的信息 那图片 对不对 图片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img canvas 这个id下面呀 看见到吗 对呢 搜一下详记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id 是不是有的呀 他下面是不是有一个img呀 那这个rc这么长呢 这是什么呀 大家看到 base64 对不对 这个图片呢 是经过base64编码之后的这个图片 base64转图片 我们粘贴一下 大家看到 对对字符串其实就是一个图片 发现了吗 只不过他经过base64编码之后 是把图片 base64编码之后 编码成这样的字符串 所以后续的时候呢 大家如果说 在扒虫里面 需要把一个图片尊重在 数据库的时候呢 就要存 图片本身的话呢 你可以来尊重一下这样一个 base64编码之后的字符串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是吧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取下他 那book img 等于什么呢 等于dispons 等于xpass 等于--div 然后呢 at id 等于他 at id 等于 imageconverse 他下面什么呢 他下面img 对不对 at src img at src 这肯定是可以拿到的 是吧 只不过这个内容太多了 对吧 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 屏幕上一坨的字符串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注视起来 先补写这个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价格对不对 价格是不是在这啊 价格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sold by solar party 里面有个第二个span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网约员码里面有没有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第二个span呀 是不是在这的地方 看看价格是不是在这啊 说明我们是取它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随着这个地方的item 等于response的xpass 等于刚刚div 然后按了id 等于他下面的span2 对不对 下面的文本对吧 加extract first对吧 然后价格之后还要拿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还拿分类信息呀 分类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这位置是不是有分类呀 看见了吧 比如说 图书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在逆标签的span下面呀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文学是不是在逆标签的span下面呀 大家发现里面这个 这个内容呢 肯定是个尖括号 这个内容也是个尖括号 对不对 我们要的内容是不是在这个id下面呀 等于这个id等于他下面的 url下面的逆标签下面呀 但是我不想要尖括号 我们只想要不把尖括号的 逆标签怎么取啊 开巴斯 怎么写 我们想写这个逆标签这个逆标签这个逆标签怎么定位到他 怎么定位呀 id等于他怎么定位到他 这是干什么呀 这地方 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插巴斯工具呢写一下这个插巴斯啊 写完之后呢 我们先往后讲 好